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其他新创合并或者是合作的这个历程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企业跟新创发展的案例中 非常具有代表性 那我们在过去两集的节目里面 其实都有提过这个 企业参与新创的一些指标型的案例 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方式 那今天我们其实也想要来听听 Johnny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Gymna Data在这个过程中 先从规模型的企业 spin off出来 独立出来展开自己的创业之路 然后又在长大了之后 又开始跟其他的新创进行合作了 这样的企业参与新创的过程 会为彼此之间带来 怎样的创新转型成果 但是在我们深聊这段历程之前 我还是想要先请Johnny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在决定创业之前 原本整个团队 其实是在一个比较具有规模的企业底下工作 那当然啦 就是有人觉得这样子发展 自己的产品啊服务啊解决方案 是比较安稳的 然后又在既有的生态 西既有的市场底下发展 是一个好的选择 可是当时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 或什么样的考量 或什么样的策略 或有什么背景 呃 失控背景 让你们觉得说 我一定要走出去 我一定要独立出来 走上这一条创业路呢 好的 啊 谢谢凯尔 啊 关于第一个问题呢 我分享一下当时我们决定出来 spin off创业的这个 这个 当时的背景 因为我过去在这家 国内的这个大企业呢 工作呢 一向一直都是引进国外 矽谷的一些知名的资讯产品 是 进来到台湾 台湾 或是亚洲 所以我们在这十多年来呢 看到非常多的新创 如何在矽谷成功 甚至走到全世界 遍地开花 很多的客户采用 那这个经验呢 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今天要做的是软体的这个题目 企业软体 这个题目呢 那我们势必必须要到戏谷去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企图啦 那第二个是当时公司的文化呢 其实老板 也是我们现在的股东 就一直期许我们 有一天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 品牌厂商 一个vendor become a vendor 那也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之下呢 我们觉得 在原来的大企业的这个保护伞下呢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台湾的企业 走出台湾并没有人认识它 虽然在台湾很大 台湾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呢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全球市场 我们要打国际杯 所以就在矽谷的这个前辈 也是我们现在的 Gemini的这个董事长 大股东的这个建议跟支持下呢 他建议我们其实要把 这个产品跟团队呢 移到美国去 在矽谷发展 用一个美国品牌 矽谷的公司 这样子的一个姿态 他才有办法呢 成功的销售到世界各地去 因为我想市场上的 这个所谓的 很多企业潜意识的认知呢 就认为企业软体 它应该要来自美国 它的接受度也是最高 我想那尤其是台湾的 企业软体成功的国际化公司 其实不多 非常少 我大概可以数得出来 大概就是像训联 Cyberlink或者是趋势 是 没了 所以我们希望是这个下一个 下一个 对 除了在海外创业之外 打国际杯之外 希望未来有朝一日 也可以在海外上市 是是是 对 那这个中间也讲了一些故事 就是当时在决定要出去 创业之前呢 其实也曾经试着 先留在原来的公司 以一个 就是其中 我们只是原来大公司 底下的一个部门 然后做了一个产品 然后我们想到外面去销售 国外销售 但是其实 发现日本 澳洲 美国的客户 对我们的产品 功能非常肯定 但是呢 他们当他知道 我们是一个台湾公司的时候呢 其实呢 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行不同 就是跟品牌识别有关系 是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 真是亲自碰到这样子的阻碍 那决定说 好 那我们就到销售去吧 是 当时是这样的背景 就是说 好像那个销售协同 不能用包装的 一定要原汁原味的 真的在销售打天下 然后 从里到外 让自己 真的变成是一家销售公司 销售新创 对 然后在推行产品的时候 会比较顺 没错 对 那虽然说决定到销售去 这是一个投资 这是一个企图 好像听起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但是其实对国内的 台湾的新创 要到美国去 不是嘴巴喊一喊而已 我认为 就我们看到 最困难的地方 会是在找到合适的人才 跟可以与你合作的伙伴 一起去经营这家公司跟市场 那我们当然可能比较幸运 因为过去多年来 在这家原来企业的工作 结识了非常多 在矽谷的人才跟朋友 所以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集结的一些团队 然后很快的开始把这个品牌给弄起来 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在 在今天背景上面 有一些这个比较幸运的地方 可是在企业的余意之下 我们刚刚听到的 好像都是比较正面的 就是说 我们变成一家矽谷新创之后 在推展我们的产品跟服务上面 变得比较顺利 然后我们在吸引人才的部分 也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可是毕竟 我觉得在企业余意之下发展 跟自己真的变成是一家 比较单打独斗的新创公司 有没有碰到什么挑战 在企业底下 大企业底下 其实当然会有很多的一些流程 规定 甚至是身为一个部门 总免不了 一定会有这个所谓的绩效 通常大企业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 稳定成熟的企业 它通常对于数字 业绩的绩效 通常一定是比较重视 对于新创 当然公司虽然是鼓励 但是因为会有种种的一些制约 所以其实在这个部分 对于新创来说 它可能没有办法专心 有一段不受打扰的期间 去专心的发展产品 我想新创它独立出来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至少在初期的阶段 投资人或是团队都知道 我要先把产品做好 这个在大企业 其实不是说不被允许 而是它能够忍受的时间 没有办法太久 所以其实你独立出来 其实相对你会有 比较大的弹性跟空间 是 OK 好 我们聊了这么多 这个创业过程的故事 还有心路历程 以及一些策略考量 那我觉得 是不是还是请教你 用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介绍一下 Gemini Data 主要提供的这个 产品服务跟解决方案是什么 好的 Gemini Data提供的是软体 企业软体 那我们主要专场是在提供这个 所谓的数据图形化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什么是数据图形化 可能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 那但是我跟大家做一个比喻 大家应该有很多企业都有在用 这种所谓的数据视觉化 或者说数据分析 Data Studio这种东西 那通常都会看到很多 过去很多企业 不管商务人士 或者是老板 这个各个部门 业务部门 会计部门 财务部门 通常一定都会做一些数据分析 对 通常过去大家熟悉的数据分析 都是所谓的统计报表 可能会看过很多的report dashboard 很漂亮 五花八门 百分比 约柄图 对 大家看到的这种都是所谓 基于统计概念而深层的 这个报表 可是呢 这个 这些都是有它的用处的 这个目的 但是呢 在新的时代 有时我们讲这种数位转型的时代 其实数据的变化跟使用的场景 就越来越丰富 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分析需求呢 是在看跟分析这个数据的关系性 比如说我们当年在这个参加这个 台北那个创业嘉年华 我记得我上台报告的时候 是提出了我们如何用这个用数据图形化去协助这个所谓的我们当时机关署 去做这个COVID-19的疫调 各位知道做疫调不是看统计嘛 那个我们看的是这个接触者跟确诊者之间所有的 人的四十地物 人的四十地物的这个关联性 所以这个时候传统的数据分析工具就没有用武之地 所以这个就是 或者得花非常多的人力比对的时间 是是是对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软体平台呢 基本上就是提供企业一个新的快速决策 使用的一个数据分析工具 那他利用的核心技术呢 是走就是把数据变成关系性的图形 让决策者可以非常快速的去下他的决定跟判断 他是在做这个我们叫Rapid Decision Making 那这是我们软体的主要功能 OK 那这样听起来很完整 那我们来聊聊就是你们后来也又在2021年的时候 并购了一家新创公司吗 当时为什么会考量要并购这家新创公司 你们的那个一样失控背景 是有计划性的并购还是说 刚好碰上了就一见钟情这样 说是有计划也是有计划 然后不过当然也都是很多 就是时间点的巧合 还有人关系上的巧合 那我可能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说 刚才讲到Gemini Data做的这个平台呢 是做这个数据图形化的一个平台 那肯定我们要做好数据分析这件事情 我们就必须要协助企业去收拢 很多种不同来源的资料 要先有数据 要先收集数据 对 要先有数据 那先有数据呢 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因为你必须要能够去包容各种来源 跟各种格式的资料 那这个通常我们在IT的专业术语 就叫做资料收集 Data Collection 那Data Collection 业界当然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请一群工程师来写很多的 这个叫做我们叫Connector 来去借接这些资料 你也可以去开发功能产品 那我们因为当时做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产品 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去多样化的资源 各种资料来源 所以我们就考量到 我可能需要投入 未来我需要投入更多的工程师 技术人员去开发出这样子的功能 我才能够办法满足我的客户的需要 那刚好在那个时间点呢 这个ParseMe的团队 这个也推出了他们的产品 那刚好当然第一个是创办人 我们本身就之前就认识 本来就认识 对 那也鉴定过他们的产品 那确实经过评估之后呢 我们发现到有了他的功能 跟他的团队之后 我们可以缩短我们产品的这个 Go to market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 那从这个ParseMe的团队 当时为什么他们也愿意加入到German 因为他们其实也才成立一年多 有时候对一些部分 我所认识的新创公司来说 他们可能不会在这么早的阶段 就答应说我要加入别人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行啊 我的创业理想或我的创业梦 还没有实践 我甚至没有 就是我还没有走一招 有时候有些人就喜欢说不行 我要自己去实证 说我自己干 干不干得成 我再来决定 我要不要加入别人 可是他们也是很快 我记得加入你们的时候 就是成立不到两年 对 最主要一个原因是 他的创办人 也是一开始就希望 他的产品能够行销全球 他有这样子的企图 共同的国际梦 对 但是他也知道 以他小公司当时的现况 不管是从资金 或是说从国外的市场的人脉 成熟度等等 他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当然又在当时 当时又是在COVID-19的 这个疫情的情况之下 所以其实不确定性更高 是 对 那他看到说 Gemina有一个 既有的一个市场 跟通路跟客户群 是 那我们也有这样 打国际杯的经验 他觉得这样子的两者的结合 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枪枪联手 对 所以这是有看到共同的市场 然后产品本身又有 所谓的技术上的synergy 对 那 好 不管是所谓的站在巨人的肩膀 OK 或者是所谓的 大群架 或者所谓的强强联手 你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 合并PostMe的这个 这一件事情 也可以说是有计划的 因为你们本来就 就持续的知道说 终于一天你势必要找到更多的 能够满足客户的 为了做Data Collection的 解决方案 然后第二个 你也是碰到好的团队 那现在呢 你们现在是不是持续 还有在 就是往外找寻资源 找寻技术 找寻人才 合并其他团队的这样的规划 这个规划除了Plan之外 可能还包含了 可能连资源 连钱都要准备好 的规划 对 这个肯定是有了 因为我们现在投入在 这个所谓的图数据 数据图形化 或者有人讲说图数据 英文叫做Graph Data 这个领域呢 其实是一个 刚刚开始在发展的 一个市场 其实Garner讲说 未来这十年呢 其实Graph Data 会是扮演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在数据生态圈里面 那我们当然持续在关注 在这个领域里面 国内外的一些 不错的公司或团队 那其实这个领域 其实一开始是从开源 Open Source 这个里面发展出来的 那所以其实里面 有蛮多这种 开源的一些工具 但是因为它都是 比较适合给 Developer用 所以我们在Germany 就是去把这些 Open Source的东西呢 重新做过一个组合 跟开发 把它变成一个是商用 企业可以使用的工具 那所以我们的策略呢 其实就是一直以来 我们有个信念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还小 所以我们要公司的发展呢 最好的一个策略呢 是去加入一个既有成熟的 的生态圈 也就是说去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 那在这个巨人肩膀上 你更容易被看到 那这是我们在Germany的一个 就是打国际杯的一个策略 那相对的 我也给我们国内的 很多的新创团队的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打的是一个 不管是国内国外的市场 其实呢去加入一个 这个具有知名度 然后有一个 一个具规模的生态圈的一个体系 其实你的成功几率会提高的更高 也更快 因为它会有现成的通路 客户在那边 对 你不用自己去创造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规划是有的 那但是 我不知道 你怎么去 你怎么去 就是 去找到这些团队 比如说是 刚好去邀请到新创团队 然后跟他们共同work on 某一个客户的project吗 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透过什么样的过程去找到这个团队 跟验证这个团队 然后 当你们合作完之后 如果你真的决定 你想要邀请他加入你的舰队 邀请他加入你的船 那 你又会评估哪几个关键点 过去两年比较难做 那但是 今年因为疫情比较稍缓一点 其实像我们六月份就开始回复到以前 去参加国外的一些秀展 那展会 展会 对 那通常会在那些展会上面会遇到一些跟彼此相关的 类似的公司 那通常在会场大家都蛮open mind的 就是会交流 不管是在这个展场里面 或是在展场外面 有很多交流的机会 所以从那样子的地方去认识 去了解彼此 可能会有一些互补的东西 会从那边开始 这个对话 另外一种是我们在国内外接触一些企业的 这个 机会 商机 通常会碰到跟一些 规模不等的公司 合作一个solution total solution 给企业 通常会在客户的建议之下 或要求下 请我们去跟某某公司合作 或者是跟某一个他们正在用的工具 或产品去做整合 那通常我们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去看 去了解 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工具或平台 然后他有什么功能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去了解到说 他们其实可能有一些我们没有的东西 那这个都是就是常常遇到 对 所以这些机会是蛮多的 了解 你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先给新创团队一个 就是其他的新创公司 一个建议就是 加入生态系 成为这个其他企业或其他新创的合作伙伴 也许是这个可以不管是打开自己的市场也好 或者是说大家一起联合作战的一个好的建议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如果 你刚刚其实是从这个 你想要去邀请别人加入你 你想去并别人的角度 去分享一些关键 那反过来就是说 那新创团队如果想要做到 这个不管是被看到也好 或者是有这个机会 可以去跟企业合作 去跟其他更具有规模的新创团队合并 那其中第一个建议是加入生态系 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他们应该要怎么做 才能够具备这个加入别人的条件 好像之前录音前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分享到两个重要的关键值 一个是customer driven 一个是market driven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两块 OK customer driven 因为往往在客户专案的合作里面 你会碰到一些彼此互补的产品 然后而发现到说 原来我们这样的组合 会更有竞争力 更能满足客户的需要 那通常这种在这个市场上 你只要经过一两次 这样子的案例之后 其实你就能够很清楚确定 这个价值在哪里 那通常有这样子的因素存在的话 双方团队如果去谈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投资并购 这种它的可能性跟成功性就大幅提高 因为大家双方都会看得到 对 那第二个是市场驱动 就是market driven market driven是因为可能趋势所趋 这个市场的很多的 不管是外面的人家 人家讲也好 或者是说看到很多的媒体 或者是说业界的一些案例 风向 这个我们就会去找 我们通常一定 因为我们在看的都是可能是 12个月36个月以后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发展 产品的发展 对 所以当如果我们决定要做一件事情 通常我们都会回来评估说 我们如果要做这件事 自己要投资多少的人力财力下去 我才能做到这个东西 那如果我们能够碰到一个 已经拥有这样子的能力的公司 是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去 邀请他们加入我们 加速 可以加速我们go to market 这个通常是我们考量点 OK 所以一个是这个客户驱动 就是你的产品 可以补足客户的需求 刚好是客户需要的 然后顺势顺风而为 看看市场的风怎么吹 自己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发展策略 就顺着那个风走 自然也会被看见 然后第三个就是 前面在前面提到的建议 就是加入生态系 OK 那 Gemini自己有在经营生态系吗 或者是你们自己 对于生态系的这个策略怎么样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 这一整集这样子聊下来 无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或者是大带小 或者是强强联手打裙架 其实这几个 这几个term都在描述的一个状态 就是如何组建一个生态系 在这个生态系里面发展 那你们自己的生态系 发展策略是什么 OK 因为我们现在产品的特性 我们 当然我们未来 希望能够成为各种 这个 我们讲说 数据的这个 所谓的交换中心 图数据交换中心 是 那当然到了那一天 我们可以去借接 非常多的 不同的资料来源 跟各种平台互通 那这个时候变成 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我们自己的生态系 但是这个通常是要 我们自己说了不算 那因为这个都是要经过 我觉得需要 一个不短的时间 去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还是以加入 别人的生态系 作为我们的经营 跟Go to market的一个策略 对 那我觉得这个在 公司规模还没有到一定的 这个程度的时候 都是有其必要的 对 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 Germelite Data的 共同创卖人际执行长 Johnny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 这个Germelite Data 在企业参与新创上面 一个创新的案例 跟发展历程 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其实每一年都会推出 创育产业关键报告 那在近两年的报告里面 其实我们针对 企业参与新创的发现 跟洞察呢 周末的特别多 在近期 其实我们也都规划了 不同级的这个Podcast 在谈这个议题 包含了邀请了 Our Song 邀请《伪创之通》 也邀请了洞见科技 以及包含今天的Germelite Data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们在企业参与新创上面 做了哪些努力 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 还有他们的合作模式是什么 以及他们的合作经验跟案例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对于企业参与新创 这件事情想要更深度的了解的话 欢迎其实可以在 我们节目简介里面下载 今年度的这个创育产业关键报告 里面会有更多的发现 更多的数据分析 跟更多的洞察 可以引发大家的思考 《创业新生态》的节目 在各大平台都能听见 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给五星 或者是留言评价 也欢迎新创生态系的伙伴 来信自建 接受我们的采访 新创的能量 代表来这个世界创新的力量 邀请大家每周三 锁定收听 和创业小区一起关注 《创业新生态》 以上节目由经济部 中小企业处赞助播出